主下腿 主下腿拉进了桶 主下腿拉进了桶 我又看到那个魔术寺的后代了 又看到魔术寺的后代了 魔术寺 又看到魔术寺的后代了 我看到有人骑那个独轮车 走那独轮车也不太好去 也有技巧 不然的话容易倒下来 而且那个独轮车的轮子 差不多到脖子这边够 也是不太好控制 进过口令以后 一个骑独轮车 上又顶了一根桶子 桶子上还有一个人 所以呢 他有时候 他的前辈就想像是顶在桶子上的 那就是现在这个案子 顶在桶子上 顶在桶子上 竟然顶在桶子上 顶在桶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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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桶子上 为了不要掉下来 你看 我们看那个早年电视天线 竖上去 两个横桥 他为了让他不要掉下来 告诉他 应该绑两个横桥 这边一个横桥 那边一个横桥 他脑袋想啊 既然这个信息传给了医生 医生莫名其妙 就给他 给他这个穿的那个 医生莫名其妙给他穿的干净了 真的从身体穿过去 这边穿一根 这边穿一根 如果人家看了一个 肯定莫名其妙 我刚才看了莫名其妙 刚才看了一个莫名其妙 我想这个医生干了什么事 医生干了什么事 我就没看懂 我反方对方告诉我的时候 说我曾经穿的钢筋了 我说这怎么回事 我就一直没看懂 我就一直没看懂 没想到现在看懂了 是他的前辈 他在独轮车上面 独轮车上面 独轮车像骑政策一样 也只有一个人知道 很高很高 独轮车上面 在独轮车上面 然后在独轮车上面 竟把他扛了一根杆子 就是另外一个人在那个上面 上面的人 晃荡晃荡晃 因为毕竟不像人口控制 在独轮车上面 忘了房子 他掉下来住两个横桥 两个横桥 就像老师的天线这样 两个横桥 一个在右的前面 另外一个在腿的前面 但是这个医生呢 感觉到这个信息 就 既然穿过他的身体里边了吧 你们想想 相信吧 那最后住的时候就这样了 真的就是医生就这样住的了 他告诉的是在他前面 不是在他正面 那个医生知道的信息 就直接用钢筋穿进去的 你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呢 哎呀 这个医生呢 接到了 也接到了信息 接到信息 这个当年人家人有偏差 今天我前面临排的时候 我说 把他脚提起来 倒挂在那边 今天他说了一个 他说在 爸爸 说董 还是单位董事会的呢 他单位一个小保安 有一次他在那边 说 路过的小保安 啊 把他手提起来一个 投渡的 要碰到莲花池的水面了 把他吓坏了 所以后来说 他的妈妈见到这些 保安就 就骂他一通 见到保安就骂他 想到这个事情 就骂他一通 那个保安当中 不是我故意干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干了这个事情 你是领导的小孩 我绝对 不会碰的 但是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也是莫名其妙 但是这种事情 是 领排当中的信息 到了 相当于这个人 附在他身上一个 附在他身上一个 那个保安干了这个事 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 人呢 他的前面 附在医生身上 医生身上是 勾到这个棒是 两个栏杆一样的东西 拦在他身体前面 没人家穿在身体里面去 医生莫名其妙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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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用 用 用 贝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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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毫无疑 真毫无疑 知道了 再见